電動滑軌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去年開箱過一台 由洋蔥工廠所推出的 熱狗三代電動滑軌嗎 那是一款相當好用的一個滑軌 不管是拍攝 操作方面都相當的實用 尤其是能用APP遠端控制的功能 根本就是超級方便 但是就是個BUT 當時就覺得 滑軌這種東西應該要 越大越好 滑的範圍會比較大 所以就直接入手120公分的版本 殊不知啊 就因為它實在太長了 它就這樣躺在我旁邊 躺了很久 再加上我目前的工作室相對比較小 所以在架設上也相當的麻煩 長度太長也是一種困擾 這種長度其實比較適合去戶外拍風景 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這次 我們就入手這個更短的一個洋蔥滑軌 順便開箱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呢 我們直接進入開箱階段 好開箱 洋蔥巧克力電動滑軌 S1 然後下面 它這個就是它的一個電源線 說明書 然後還有一個C型袋 那這個體積真的講是不大 所以你如果放在C型袋裡面 要帶出門也很好帶 那所有的配件都在這邊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洋蔥工廠 巧克力S1電動滑軌的一個外觀 首先呢它的體積相當的小巧 所以它比較適合室內拍 你像我一樣大部分都是拍開箱的話 其實認真講 你不要買那個大滑軌 真的是整自己 因為光架設就非常的麻煩 而且說它還有一個偏重的問題 你如果太旁邊的話 那腳架要撐不住 所以這個尺寸就非常好 那它的尺寸呢 長度是268厘米 寬度呢為58.45厘米 高度呢為99.4厘米 那重量呢約904.5公克 那軌道的距離呢為15公分 如果放在桌面上的一個水平承重呢 最高可以到20公斤相當的厲害 那如果你是45度角放置的話 它到3.5公斤 那垂直這樣放的話 它是2.5公斤 如果你不是太大的相機 掛太重的鏡頭的話 原則上這個小滑軌都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部分 那在這邊呢 使用一個USB轉DC的轉接線 它可以用行動電源來使用 如果說你是使用1萬mAh的一個行動電源的話 它可以用15個小時非常的厲害 那如果我們轉到這邊來看的話 可以放一個NPF550的電池 這個你可以去另外買 我自己買了一顆 你裝這個電池的話 它續航可以到6個小時 相當的好用 在上面這邊呢 它是配置一個3%的一個螺孔 個人建議來這邊可以放一個有高度的雲毯 或者是底座來使用會比較好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底部這邊 它四個角落都有止滑電 所以你放在桌面上使用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再到處滑動 也比較穩 那我們看中間底部這裡 它有一個3%的一個螺孔 那也有四個1%的螺孔 所以說在安裝上就是相當的靈活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按鈕 它有電源鍵 有AB鍵 還有一個多功能鍵 上面這邊呢 則有兩個燈號 它有一個電源鍵 一個藍牙的燈號 它也可以連結APP來使用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小雲台 拍幾段影片給大家看一下範例 到時到時的小雲 在教主之前 可以換上其後 它也用在小雲 加來提點 在小雲 有 draußen 是大雲 尖母的光圖 在小雲 尖母的朋友 把那個碟子 操妳 放下 至少 看完以上介紹呢 如果你也有在拍影片 不管是拍開箱啊 或拍風景啊 拍人物訪談 都可以使用滑軌 不過真的要看著場地去使用 如果你是拍小東西的 像我這樣的開箱或特寫的話 那洋蔥巧克力S1的電動滑軌 非常適合 但是如果你是拍風景 或者說戶外在拍攝的話 就以前這種大滑軌 會比較適合你 依照場景來配合使用的話 絕對可以讓你的影片質感大大提升 因不同的需求 你可以選擇 30公分 60公分或120公分 等長度的一個電動滑軌來作為使用 不管你要拍片、拍照 洋蔥電動滑軌 都能幫助你 拍出一個非常有質感的影片 再加上使用APP控制的便利性 根本就是一個相當好用的 一個智慧電動滑軌 也推薦給大家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張開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都幫我按讚、訂閱、按讚 這張開箱呢 都幫我按讚、訂閱、按讚、鍵